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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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聪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呢就是这个吉打州的咒雾大臣啊 他今天呢又再继续讲他之前被逮捕的事情了哈 然后他讲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了哈 我听了他的言论过后呢哈 我只有两个字的评论反制 真的是严重的反制啊 你如果去分析他每一句话的话 全部啊都是极度的反制 完全没有逻辑 相信他的人也真的是神我告诉你 哈 他今天说了什么 他讲 他这一次被逮捕呢他早就知道了 因为呢半年前呢就已经有人告诉他啊 政府呢要啊策划逮捕他啊 OK 然后呢因为这样为了他自己人身的安全的考量 哈 他讲他车上呢哈 24小时啊准备了手枪 哈 当然他州务大臣可以申请手枪是合法的啦哈 OK 这短短的两句话罢了啦 充满了反制你知道吗 那这样说充满了反制呢 OK首先第一句他说呢 他说半年前政府已经策划要逮捕他了哈 OK 半年前要逮捕他 但是呢你知道现在这个Sanossi呢 他被逮捕 是什么Cats让他被逮捕吗 哈 就是呢他在最近刚刚罢了 就是这个六周选举期间 哈 他在雪州那边的演讲呢 哈 就是公开侮辱了雪州的苏丹 这是刚刚才发生的事情吧 不是半年前发生的事情 哈 所以呢 如果你没有在最近做这一单事情的话啦 哈 政府是没有一个明目来逮捕你的 然后你现在告诉我们说 半年前政府就要逮捕你了 哈 应该就是这样咯 半年前啊 哈 这个政府呢就给了你这个剧本啊 你记得啊半年后啊 你要在公开场合 侮辱这个雪州苏丹啊 这样我们才可以逮捕你啊 大概是这样咯 哈 不然的话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在半年后 你会这么配合这个政府 想要逮捕你的意图 你故意犯错 然后故意给政府逮捕啊 只能是这样咯 哈 OK 这是第一个反制的地方 时间点上不稳和啊 然后第二个反制的地方啊 就是呢 哈 他说他为了他的人身的安全呢 他车上24小时配枪啊 他讲这句话呢 他是针对什么他说哦 我听说政府要逮捕我 所以啊我的车上24小时配枪 这句话完全是很奇怪 逻辑是完全很奇怪的啊 为什么 你说吗 你知道政府要逮捕你吗 政府如果要逮捕你的话 谁来逮捕你一定是警察吧 啊 啊 如果警察来逮捕你 你说为了你的人身安全啊 你车上要24小时被枪 请问你的枪要哪一座吗呢 啊 如果 警察逮捕你 你拿枪出来的话 那个叫做拒捕你懂吗 啊 甚至还可以告你洗警的 竹筛办公之类的啊 所以你讲这个东西是不是很矛盾 警察来抓你跟你拿枪来防卫有什么关系 我问你啊 所以这句话就很奇怪 ok 这是第二个点 然后第三个点 啊 这一点我就不是很清楚啊 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道理了 他说呢 那个枪他不是带在身上了 放在车里了 24小时放在车里了 我就很好奇一点啊 啊 当然你们大人物可以申请配枪了哈 但是那个配枪 可以离开自己身上了吗 啊 甚至你说放在家里我可以理解了 但是你说放在车上流动性的东西哦 放在车上24小时 可以的吗 我真的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除非你的车啦 24小时有保镖在那边看着啦 如果是没有的话 哦 合法吧 你你允许你的车在没有人看顾之下 然后你车上放了一把枪 合法的吗 我觉得不合法吧 啊 你拥有那支枪 你就应该有这个义务 就24小时保证它的安全啊 你放在家里我可以理解 放在车上 如果你的车在外面没有人看的时候 是怎样呢 啊 有啊 有这种情况的哦 我告诉你咯 啊 我我我告诉你 在整20年前的时候啊 我曾经在北马那边啊 啊 我曾经在某一个地方啊 我看到一辆应该是 吉他州苏丹的作家 就是他自己的那辆车啊 然后我看到那时候他车就放到那边 没有人看了 啊 真的这真实的 我还在那边拍照 都没有人阻挡我 啊 so 我相信啊 这些大人物的车呢 有时候啊 是完全没有保镖看着的哦 哈哈啊 所以我这里我就好奇了 问一下这个啥东西了 你的车是否24小时有保镖看着 不然的话 请你解释一下你怎样 你的车里面24小时配奖 到底合法不合法 啊 ok so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啥东西呢 短短几句话里面啊 都充满了反制 充满了矛盾 跟不合理 不合逻辑 啊 ok so 其实讲到完了 啥东西呢 他现在是正在消费着自己的一个课题哦 ok 就是希望呢 用他这个被逮捕这个课题呢 来博取更多的同情啊 来号召更多的马来人来支持这个国盟啊 哈 这个我在之前我已经讲过了 我总结一句就是 沙奴西这一次被逮捕呢 其实对国盟的选情是有利的 对这个西盟的选情是不利的 因为会有更多不明白情况的马来支持者呢 啊 会导过去支持这个国盟 就因为这一件事情 虽然有很多人都啊 不认同我这个说法啊 包括我今天我在光华日报 我上了一篇文章 就是讲这个沙奴西 这个事件对这个六周选举的冲击 啊 很多人也表示不认同 啊 他们认为是倒反过来了 认为沙奴西这一次是最有赢得 所以他会让到更多马来人觉醒 然后呢 啊 转向过来支持西蒙 啊 在雪州可能啊 但是在雪州以外五个州 我觉得是 倒反过来的情况 啊 ok啦 这个大家不用争议啦 哈 多一个月就知道了啦 啊六周选举过后就知道了啦 啊 只是很遗憾的就是 这样一个 啊 莫须有的课题 一个无中生有的课题 可以被这个沙奴西 如此来消费 啊 也是要看他的支持者 真的是 啊 的确是很适合反制的对象啦 啊 ok 好 稍前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